韩国惊悚片拍出新高度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高三年级学生准备前往郊区参加研学活动 正在细细打闹的他们并不知道 自从坐上大巴车的那一刻 便已经踏上了诡异的不归之旅 临近半夜抵达下榻酒店时 优等生允叔突然感觉这里有些眼熟 仔细一想 原来白天梦到的场景 跟酒店的布局十分相似 在梦里他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掉进泳池中 接着所有同学变成了战力的尸体 恐怖的经历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不过允叔也没多想 跟着同学将行李搬进酒店 带队的老师匆匆跑过来 叮嘱班长和副班长看好大家 他还得去接其他班的学生 这时候陆续有人发现 酒店里居然没有通讯信号 连无线网络都出现故障 这不是跟外界断了联系吗 不少同学露出交集神色 忽然大厅里的灯光一暗 胆小的女生发出尖叫声 因为场地中央站着一个白色人影 体育特长生直接用篮球砸过去 这才发现是班上的同学阿绿假扮的 对方非但没有丝毫愧疚 还添有加醋的告诉众人 之前他在网上听说 这家酒店有位女高中生离奇死亡 同学们连忙打断他的护舟 允叔却将此事放在心上 回到房间后让社友帮忙上网查查 可惜这里的通讯网络全无 对方也是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 允叔发现自己的手机上 被强制安装了一个软件 室友的手机同样如此 屏幕上弹出一行字 游戏现在开始 请查询自己的职业 不仅仅是他们俩 班上的所有同学都收到信息 每个人被分成医生 市民 警察等职业 要求他们投票选出狼人安家 凌晨12点之前 得票最多的同学将被除死 起初大家认为只是无聊的游戏 大部分人选择了心中最延误的同学 正是假扮白衣人的阿绿 但是允叔却察觉出了不对劲 大家的手机不是不能上网吗 怎么莫名其妙的下载了软件 而且同学们还能用它相互发送消息 一旁的室友也投来不及的目光 允叔越想越觉得不安 于是找到班长俊熙来到酒店办公室 不断带队的老师没有回来 连工作人员都不知去向 允叔试了试坐机 可惜同样处于断线状态 这时候有位同学神秘兮兮的跑过来 想邀请允叔去一趟游泳馆 后者没有多想 刚刚走进去就发现眼前的不知有些眼熟 忽然周围的灯光亮起 原来今天是允叔的生日 几位要好的同学想给他一个惊喜 结果众人越玩越嗨 打算将允叔扔进泳池里 直到对方快下枯了才作罢 可副班长不管这么多 直接一把将他推入泳池中 允叔费了好大劲窜出水面 脚底下突然传来一股巨力 扭头望去 赫然看到一个披发的女人抓着自己 好在这时 班长俊熙赶了过来 猛地跳入泳池将允叔救了上来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医护室中 刚刚的诡异经历还历历在目 不过他又不知道该如何描述 就在这时 副班长领着一帮同学走了进来 流着眼泪向他道歉 允叔懒得跟他计较 十分大度地接过此事 班长正要领着大家回去 忽然走廊中响起广播的声音 距离投票结束还有一分钟 众人纷纷拿起手机 发现屏幕上亮起了倒计时 没过多久 投票数据出来了 得票最多的果然是 喜欢恶搞的同学阿绿 广播英刚刚宣布要将他处死 众人便看到阿绿痛苦地抱着脑袋 男人再次抬起头时 他的眼珠已经惨白一片 紧接着猛的跪倒在地 众人吓得奔奔后退 只看到阿绿一个加速 居然穿过走廊玻璃朝外飘去 更加诡异的是 前一刻还在惊慌失措的同学 此时居然奇奇晕倒在地 第二天一大早 所有人同时从昏迷中醒来 回想起昨晚的诡异经历 个个吓得脸色惨白 允叔第一个站起身 来到走廊玻璃处查看 阿绿的尸体已经凉透 广播提示音再次响起 拿起手机一看 一名叫做阿元的同学 被狼人杀死 请大家尽快投票 找出真正的狼人 现场众人恍然大悟 显然昨天选出的阿绿 并不是狼人身份 体育特长生的反应最快 他要去广播室看看 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 这时候卫生间里 传来惊呼声 走过去一看 对面的隔间内 有血迹渗出 班长上前推开隔门 正是叫做阿元的同学 躺在地上没了呼吸 众人终于意识到 手机上的狼人游戏 并不是恶过去 而是能够决定生死的考验 允叔壮着胆子摸了摸 发现血界还未干透 应该是刚死不久 其他同学并不关心这个 询问班长接下来该怎么办 后者想了想 耽误之急 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跑去广播室的体育特长生 四处找遍了 也没发现半个人影 广播提示音 到底是谁操控呢 忽然手机里 收到同学消息 班长让他们去酒店外集合 走出大厅的同学 四处忘了忘 决定顺战来时的路返回 谁知路边的喇叭再次响起 要求他们必须在指定范围内游戏 同时手机也发出了危险警告 众人这才发现 一条清晰的白线 将酒店门口围了起来 看样子就是游戏范围的边界线 一位长发男生实在受不了了 大喊一声便冲了出去 好友想要将他拉回来 结果跃出边界线的两人 同时感到头疼欲裂 难道他们也要被处决吗 果不其然 两个人同时睁开惨白的双眼 仿佛商量好一般相互撞击起来 请大家尽快找出狼人 这下众人再也不敢无视游戏规则了 班长只能无奈宽慰大家 也许过不了多久老师就回来了 胆小的女生哭喊着要回去 气急败坏的同学出声呵斥 要走你就自己走 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 现在出也出不去 又联系不上救援 难道都得困死在这里吗 学渣阿洛无意间看到 柜台上放着一串钥匙 于是悄悄将其塞进口袋中 允叔不想放弃 快速跑到酒店的楼顶 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到信号 虽然结果令人失望 但他很快又发现新的线索 用来界定活动范围的白线 居然一直延伸到后山 也许那里会有逃出去的线索 再不及能找到人求救也行 班长的心思也浑落起来 特意跑到白线附近试探 即将越界时 广播和手机都会发出提示 只要顺着白线延伸的方向行走 就一点事都没有 几人连忙跑回去跟大家分享消息 游戏的活动范围连接至后山 班长需要几个体力好的同学一同探索 众人犹豫再三 虽然大部分都选择沉默 但还是有几个人愿意冒险 有些小心机的副班长最爱表现 最终也选择了一通前往 允叔昨天落水后身体有些不适 只能待在酒店等待消息 可他刚刚送走众人 忽然听到有个声音在喊自己 看着是有满脸不解的神情 难道刚刚自己幻听了 路过惨死同学的尸体时 允叔心中有些不忍 他觉得应该把他们存放好 这家酒店这么大 应该有食堂冷库之类的地方 不得不说 允叔的心思还是十分细腻的 在搬运阿远的尸体前 他从各个角度拍下照片 以便日后警方查案 恰好在旁边的隔离间 捡到对方的手机 不过电量已经耗尽无法开机 而此时的混混阿恶 拿着前台钥匙逐一打开房门 意外发现一处小型超市 看样子 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不会挨饿了 而这边的允叔 在几名同学的帮助下 已经将四具尸体搬进了冷冻库 逐一查看他们的手机 发现全都电量耗尽 处于关机状态 而其他活着的同学 手机电量则显示在56% 从昨天开始一直都没变过 如此诡异的状况 让允叔百思不得其解 玩电脑的是由脑洞打开 难道大家所处的并不是真实空间 而另一边的班长等人 顺着白线区域一路走到半山腰 忽然有位女生一脚踏空 整个人从山上翻滚而下 众人心中大惊 直到确认对方没有越过边界线 这才齐齐松了一口气 继续前行一段距离后 他们总算来到山顶 而白线画出的活动范围也到此为止 其中一位同学似乎有所发现 不过距离太远 他只能拿出高清摄像机 结果看见远方站着两道身影 众人忍不住起伏救命 可喊了半天都没得到回应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 画面的进度条一直在走 可两个人却始终保持同样姿势 连空中的飞鸟也是如此 难道眼前看到的景象 全部都是人工添加的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一位探索胁迫警戒线的同学 待遇之下差点跌落下去 副班长害怕受到牵连 立刻挣脱手臂 导致对方摔到了警戒线外 下一刻他就感到头疼欲裂 开起头时已经演出泛白 这就是越过警戒线的惩罚 只见青年双手用力扣向自己的眼睛 接着整个人翻滚而下 插在树叉上当场断气 现场同伴嚎啕大哭 他们到底身处什么鬼地方 正在酒店等待消息的学生们 琪琪收到同学死亡的消息 看样子后山探索并不顺利 没过多久 班长俊熙带着搜山小队回到酒店 学渣阿乐队他们的表现很不满 没有找到救援就算了 居然还白白损失一位同伴 不过此行也不是毫无收获 至少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被彻底困在这里了 眼下唯一能做的 就是按照规则进行游戏 酒店内的所有人被分成两大阵营 医生 警察和平民为一队 数量不祥的狼人为一队 只有其中一队完全找出并杀死对方 困住大家的边界线才会彻底消除 混混阿乐找到学习成绩最好的学霸 让他帮忙寻找这场游戏的突破口 摆在明面上的信息 就是每天午夜12点前的投票 是唯一能够杀死狼人的机会 可供分析的情报太少 学霸也是无能为力 阿乐对此十分不满 决定另提西境 打算找出游戏的漏洞 只见他抢下学霸用的手机 在投票界面选中对方的名字 结果提示投票无效 可阿乐并未死心 他又强行按住学霸的手指 在手机上操作 结果依旧还是无效 虽然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但却堵住了任何 想要钻空子的想法 相比于这几个学渣 其他人的思路则要正常许多 要好的同伴聚在一起 互相探讨谁才是隐藏的狼人 这时候有人小声嘀咕 昨天大家给阿乐投票时 都是受到了小美的怂恿 副班长觉得有道理 一口咬定他就是隐藏的狼人 想要尽可能地清理对手 看着众人投来怀疑的目光 小美顿时急了 直言副班长才是隐藏的狼人 因为他白天在山上时 亲眼看到副班长将同学推到警戒线外 后者顿时慌了 站起身极力辩解 要不是被人拦着 他们俩肯定当场打起来 而这边的班长俊熙则要理智许多 他可不想按照游戏规则继续下去 因为不管哪一方胜利 班上的同学都得死去大半 来到办公室探索时 忽然听到坐机铃声响起 拿起听筒却半天没有动静 还没将棘放下 另一部坐机又响了起来 当允叔听到动静赶来时 班长犹如失了魂一般站在原地 他试探性的接起电话 俊熙却一把读过话筒 因为这一切都是假象 连电话线都没接 这些坐机是如何发生的 这根本无法用科学解释 更加诡异的是 是有翻开柜子里的文件夹 里面居然全是空的 发生的种种一切 感觉就像是被人精心设计的 目的就是让大家跳进游戏陷阱 相互猜忌直至彻底闹翻 于是俊熙几人更加坚定了破坏游戏的想法 他的脑中闪现出一个大胆的主意 正准备召集大家前往大厅会合 却无意中听说学霸被阿勒叫走了 于是他立马带人冲进小超市 果然看到几个学渣正在欺凌学霸 体育特长生挺身而出 警告阿勒等人不要太过分 后者觉得自己受到挑衅 走上前大打出手 使之三个学渣连手 都不是一个体育特长生的对手 阿勒气急败坏 居然抄起一把剪刀 班长俊熙连忙上前阻拦 允叔也适时地站出来 警告阿勒如此横行霸道 难道就不担心所有同学 投票将你处决吗 后者心中一沉 不但乖乖助手 甚至还响应号召前往大厅会合 原来俊熙召集同学们过来 居然打算收走所有手机 大家无法投票 自然不会有同学选中被处死 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但是也有人站出来反对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时 阿勒居然主动站出来 率先交出自己的手机 有了他和班长带头 其他人也不好反抗 为了防止有人偷拿 他们将所有手机放在塑料桶内 并轮流守在旁边 眼看午夜12点将近 所有人变得紧张起来 如果这个方法奏效 那么再也不会有人死亡了 当秒针止到12的位置 广播居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难道他们真的成功了 谁知下一刻系统给出警告 不投票的玩家将被处决 接着便有一位同学从天而降 对方刚刚站起身 又有一位同学砸了下来 阿勒顿时慌了神 连忙掏出口袋里的手机 原来他刚刚在收集手机时 偷偷将自己的拿出来藏在身上 其他人也是急得不行 纷纷奔向塑料桶翻找手机 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手机争夺战 因为谁都不知道 下一位被处死的会不会是自己 大厅的灯光忽然熄灭 因为有位被罚的同学 毫无意识地拆下了电线 广播生犹如来自地狱的村民虎 按照学号的顺序开始点名 而被点中的代价 就是自己的生命 可惜死去的人大多都是平民 仅有一位玩家是狼人的身份 副班长在混乱中 好不容易抢到自己的手机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投票给跟自己有过节的小美 有人带头 其他人也没了顾虑纷纷效仿 小美后知后觉投给副班长 可惜已经无法扭转败局 室友还是很给力的 居然帮俊熙和允叔找到了手机 不过给谁投票时 无犯了难 最后几人商议一犯 决定两两一组投给对方 大家票数一样 就不存在被选中处决了 没过多久 场间的混乱总算平息 活着的同学全都完成投票 结果小美的票数 毫无悬念的最高 当他哭喊着跑出大厅 音乐声突然响起 众人再次陷入睡眠中 和昨天晚上一样 隐藏的狼人又出手了 当大家醒来时 第一时间发现了被勒死的同伴 显然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中 仍然存在至少一位狼人 不少人将矛头指向班长 如果不是对方收作手机 也不会出现如此惨重的伤亡 俊熙自己更是内疚无比 甚至产生跨出警戒线的念头 好在他没有傻到自暴自弃 而是决定尽最大努力 带着剩余的同学逃出去 将所有尸体搬进冷冻库 允叔正要离开时 忽然发现墙边的通风管道有些异常 水只刚一靠近 管道门居然自动打开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冲了出来 大厅外的众人听到动静跑过来 只看到允叔躺在地上不停抽搐 原来是他的老毛病哮喘便发作了 将人安顿到一无事后 其他同学则聚在一起商讨接下来的计划 眼下唯一的出路 只能是找出隐藏的狼人了 这时候有人提出 跟平民同一阵营的警察和医生 也许能够发挥几效 因为前者可以知晓指定玩家的职业 或者可以阻止指定的玩家被处决 可惜他们并不敢公布自己的身份 否则肯定活不过当天晚上 因为狼人拥有每天干掉一名玩家的特权 众人再次陷入无脑的猜忌中 期间有人质问阿乐 为什么要偷藏手机 难道想把大家害死 剩下你自己独活吗 阿乐顿时急了 居然烦咬一口 说对方才是隐藏的狼人 甚至还操作手机投了他一票 身后的两名小弟赶紧跟进 广播提示音再次响起 叫做阿宇的男生立马慌了 好在其他人保持了理智 没有盲目跟风 走出房间的阿乐被小弟提醒后 立刻醒悟过来 自己如此嚣张 很有可能被其他同学针对 要是大家都投自己 那他岂不是死定了 不过班长此时的威望已经大不如前 除了几位关系不错的 其他同学并不打算听从他的指挥 阿乐很快发现突破口 主动找到几位中立派 利用超市里的美食作为筹码 成功让他们投票给了阿宇 只要对方票数过半 那么今晚阿乐就能高枕无忧了 俊熙等人自然发现了这个问题 如今箭在前上不得不发 即便十分反感这个游戏 他们也不得不按照规则 齐齐投票给了嚣张把护的阿乐 如今他跟阿宇的票数相同 只剩下两位同学没有投票了 必须将他们拉拢过来才行 允叔并没有钱去参与 而是再次来到冷冻室的通风管道 他总觉得这里隐藏着什么命令 打算钻进去探索一番 水智刚刚爬到一半时 墙板突然踏现 毫无防备的他摔进一处隐藏过道 允叔艰难的站起身 走到镜头一看 屏幕上显示着密密麻麻的摄像画面 原来他们的一举一动 全在某些人的监控之下 忽然一道黑影从门口飘过 允叔想都没想便追了上去 水智东拐西绕之下 居然闯进了一处奇特空间 无论他转到哪个方向 眼前的场景全都一模一样 允叔越走越慌 仿佛陷入了巨大迷宫之中 他想用软件给室友发消息 结果显示发送失败 允叔挤得满头是汗 再次转了好几圈后 忽然发现有个房间开着门 他刚刚跑进去 房间门便自动关上 好不容易平复心情后 允叔开始环顾四周 一个没上锁的密码将引起他的注意 里面只放着一本破旧相册 快速扫了几眼 都是历届学生的合影 上面的人脸全都被刮画 唯独一位女生保持完整 与此同时 守在管道口的两位同学 迟迟等不到允叔的消息 是由真怨心中焦急 打算钻进管道看看 狭小的空间幽暗森冷 他大声呼喊允叔名字 可惜半天都没得到回应 更让人费解的是 过道的镜头居然是个死胡同 真怨有些急躁地拍大墙壁 却不想密室中的允叔 突然被掉落的纸箱惊动 走过去仔细查看 赫然发现隐藏在墙后的密道 这边的真怨刚爬出来 忽然发现身后的通道传来动静 正是刚刚找到出口的允叔 他将之前的诡异经历付出一遍 又掏出那张奇怪合照 允叔越发觉得 这个女人有些言书 很有可能就是之前遇到的女鬼 众人正在诧异时 班长俊熙匆匆跑过来 像是遇到了比见鬼更加棋手的事情 原来他的好友阿宇 之前被学渣阿勒污蔑成狼人 现在已经被投了6票 比横行霸道的阿勒还多一票 几人联盟找到两名还没投票的同学 副班长跟其中的女生是好闺蜜 直接让他们将票投给阿勒 一旁的同桌拦住 因为他们还无法确认 阿宇跟阿勒到底实是狼人 贸然投票那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 副班长起的全身打战 正主阿宇也是满脸沙白 他跟班长平常没少帮助大家 见对方的态度无比决绝 当场气氛的转身离去 开门时恰好遇到透听的阿采 正要开口询问 班长急匆匆的追了出来 劝诫阿宇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得沉住气 后者觉得有道理 打算先回宿舍冷静冷静 可这关系到生死的大事 又有几个人能做到云淡风轻 小超市内的阿勒 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可他没有跑去拉拢中间人 而是找到有些不合群的阿采 让对方把阿宇引出来 他有办法确认谁才是真正的狼人 另一边的副班长 还在劝说好闺蜜给阿勒投票 眼看着火药位直线飙升 俊熙连忙将他拉出房间 现在可不是和人翻脸的时候 两人打算先去稳住阿宇的情绪 却发现对方不知何时离开了宿舍 原来阿采真的相信了阿勒的鬼话 找个理由将阿宇给骗了出来 或者刚刚走进房间 就被埋伏在旁的阿勒一棍敲翻 只见他得意的看了一眼阿采 随即紧紧关上房间门 原来阿勒口中的办法 就是用暴力逼迫阿宇承认自己就是狼人 而另一边的两位班长 也是急得不行 周边的房间找遍了 也没看到阿宇的身影 两个人决定分头行动 俊熙来到冷冻库 恰好遇到陨叔等人 阿宇很有可能遭遇危险 咱们必须尽快找到他才行 果不其然 此时的阿宇已经被阿勒折磨得不成人形 原本他还打算咬牙坚持 直到阿勒逃出明晃晃的匕首 阿宇终于崩溃 嘴中不停发出物业声 没过多久 大天忽然响起喇叭刺耳的奸笑 紧接着传来阿宇哽咽的声音 他居然承认自己就是狼人 而且还在昨天晚上杀掉了一名同学 俊熙等人很快反应过来 阿宇肯定受到胁迫言不由衷 于是立刻赶到广播室 可惜大门紧锁 意识办会根本踢不开 允书晃而不乱 跑去工具间取出一柄巨斧 俊熙气愤的砍钻门锁 果然看到了全身血迹的阿宇 阿勒几个学渣被他的气势所破 站在原地不敢出声 谁知下一刻 手机发来提示音 原来是两位中间人 将手里的选票投给了阿宇 如今他的票数最多 即将遭受处决的命运 不甘和愤怒彻底爆发 决定拉着罪魁破手 阿勒同归于尽 可就在这时 游戏处罚如期而至 阿宇的双眼变得煞白 接着便将斧头砍向自己 随后广播公布了他的身份 居然真是一位狼人 可众人来不及惊讶 纷纷跑向自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 如果狼人没有死光 那么还会在夜间干掉艺人 当清脆的音乐声响起 众人毫无意外地进入梦乡 一晚上的时间很快过去 醒来的同学听到广播传来的噩耗 中分头的女同桌 看见中分头正抱着死去的同桌埋头痛哭 算上被投票处死的阿宇 一晚上损失两名同学 就连阿勒也觉得压力深大 于是他召集所有人来到大厅 先是炫耀自己找出狼人的举动 接着便要求大家听从他的指挥投票 察觉到众人脸上的不屑 阿勒又想顾及重视 指定班长俊熙就是狼人 因为对方曾经极力维护身为狼人的阿宇 允叔连忙站出来辩解 没有证据的推论毫无意义 随机回忆起昨天看到的监控室 心中立马有了决断 只要查看视频监控 就能找到昨晚行凶的狼人 允叔的室友恰好是个电脑高手 可他好不容易接入安全网络 却发现昨晚的监控视频被人删除了 阿勒顿时气得不行 认为允叔是在故弄玄虚 随后便直接投给对方一票 两位跟班紧追起后 就连中分头也有样血样 允叔没想到自己居然获得私票 瞬间失去了往日的从容 还是闺蜜真愿提醒大家晚点投票 他有办法在11点前恢复删除的视频 这才让允叔的票数没再增加 副班长因为俊熙的关系 一直跟允叔有些不对付 私底下怂恿两位女生投给他算了 缺腿的李娜跟允叔的私交不错 当场拒绝了副班长的提议 而这边的俊熙也对允叔承诺 一定不会让他被游戏处决 或者灵机一动 想到荧光灯可以照出残留的血字 也许能够通过这个方法 找到昨晚杀人的凶手 不过俊熙很快反应过来 昨天阿宇死亡时 血液溅到了好几个人身上 允叔顿时陷入沉默之中 忽然口袋里的手机响起 原来是室友真怨恢复了删除视频 所有人第一时间来到监控室 水质画面刚刚播出几秒 电脑主机突然冒出火花 虽然俊熙第一时间扑灭火苗 可混混阿乐还是怒意大增 正要发作时 一个显示器忽然恢复画面 里面站着一位长发女子 长相居然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种种迹象表明 这家酒店除了她们 允叔认为找出游戏背后的主谋才是关键 因为谁都无法保证 即便赢取了游戏胜利 就能一定走出这里吗 众人总算被受动 纷纷来到屏幕中的游泳馆 可惜四周都找遍了 也没发现照片上的长发女子 混混阿乐顿时急了 马上就到12点了 难道大家又要放弃投票吗 看见允叔焦急的模样 班长俊熙越重而出 深吸一口气说出了心中想法 场间总共11人 允叔被投了撕票 他让众人投给自己撕票 这样允叔的票数不过半 而且不是唯一最高者 也许有机会免除惩罚 现场众人虽然诧异 但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只能选择照做 午夜12点来零时 大家以为这个方法奏效了 谁知广播音很快想起 要求没给允叔和俊熙投票的三人 进行二次投票 必须在他们两人中选择一个 否则全体人员都将遭受处决 现场顿时炸开了锅 副班长第一个站出来选择了允叔 其他人也在催促赶紧投票 俊熙想到之前钻游戏漏洞 结果导致大半同学允命 如今他再次尝试 同样以失败告终 幸会一冷之下 居然主动出来表示 自己其实就是隐藏的狼人 昨天晚上是他动手杀人的 监控也是他删除的 这番说辞已经表明了态度 剩下的两个人直接投票给了俊熙 副班长和允叔最为不甘 可还是被同学强行驾走 游泳馆很快就只剩下俊熙一人 他的眼珠逐渐开始泛白 下一刻便直接翻入泳池中 可怜的俊熙就这样下线了 当所有人照例进入睡眠时 隐藏的狼人终于现出真身 正是颇有心机的副班长 时间回到入住酒店的当天晚上 当所有同学陷入昏迷时 包括副班长在内的几位学生同时醒来 原来他们的身份全是狼人 规则要求他们在明早六点前 处决一名玩家 否则将有一名狼人被处决 大家都在一起学习多年 怎么可能说杀就杀 不知不觉时间来到六点 门外忽然传来动静 一名狼人玩家双眼泛白 用头不停撞着墙壁 想不到游戏的处决说来就来 对方正是第一夜死在卫生间的学生 经历这件事后 几位狼人便每天处死一位 最可能是平民身份的同学 只不过今天晚上 副班长的男神俊熙 居然为了允叔复死 心中的怒意再也控制不住 他决定亲手干掉允叔 谁知斧头正要落下 广播提醒他处决的对象 必须全体狼人同意 副班长这才不甘地收起斧头 想不到狼人死了好几个 如今剩下的居然还不止一位 第二天众人醒来时 允叔第一时间跑去游泳馆 看见飘在水池中央的俊熙 他直接跳下水 将早已凉头的尸体打捞上来 悔恨和自责涌上心头 允叔知道俊熙完全是为了自己才被处决的 嘹亮的广播音忽然想起 医生职业的玩家 在昨晚投票之前 给俊熙使用了康复能力 使其免疫了这次处决 话音刚落 俊熙便奇迹般地复活了 这一出就很难用科学解释了 看到卷发在水池边清理衣物 忽然广播音再次提示 狼人在昨天晚上处决了黄毛 众人听到消息后 连忙跑过去查看 对方果然鲜血淋漓地躺在地上 这时候有人发现卷发身上残留着血迹 难道对方就是隐藏的狼人凶手 后者急得快要哭了 他和黄毛都是学渣阿乐的跟班马仔 两个人一直形影不离 早上醒来时卷发却发现黄毛死在身边 自己身上还有一大片血迹 允叔没有理会他的说辞 而是细致地观察起现场来 发现重要线索便用手机拍照记录 只是有一点让他很费解 黄毛身上被插了很多刀 是迄今为止死状最惨的 难道凶手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 此时的卷发也是慌得不行 如今只能请求大佬阿乐 一定要帮自己洗去嫌疑 后者十分干脆地答应下来 而大厅外的众人 发现墙面上多了两牌子 俊熙是平民 警察留言 这是警察玩家的特殊能力 能够探查指定玩家的身份 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 但显然是想帮俊熙洗脱狼人的嫌疑 因为他昨天为了解救允叔 当着众人的面承认自己是狼人 此事说开之后 大家都理解了俊熙的行为 同时也明白他被处决之后 广播英为什么没有公布身份了 因为俊熙根本没有真正死亡 随后众人又将目光 投向嫌疑最大的卷发 后者的表情无比难看 连忙搬出自己的大佬阿乐 谁知对方临时变卦 表示黄毛整天取笑卷发 两人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要好 而且卷发全身的血迹 根本解释不通 卷发没想到阿乐会落几下时 可惜很快就被对方踢倒在地 后者正要趁机投他一票 允叔急匆匆的上前阻拦 警告阿乐不要随意带节奏 俊熙上前夺下手机 如果你在这么横行霸道 小心大家集体投票将你干掉 阿乐最怕的就是这个 收走手机后7分的离开现场 卷发再次大声辩解 自己绝对没有杀死黄毛 他会尽快找到凶手 希望大家暂时不要投票 这时候细心的学霸发现 警察每天可以使用一次侦察技能 为什么只公布了俊熙的身份 可众人并不关心这个 他们只看到阿乐的心狠手辣 为了撇清关系 居然跟好兄弟说翻脸就翻脸 阿彩觉得对方更有可能是狼人 当然有此想法的不止他一个 卷发一直都认为阿乐十分讲义气 今天突然一反常态 肯定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仔细回想昨晚的经过 知道自己和黄毛藏身位置的 就只有阿乐一人了 忽然门外传来动静 探头望去 恰好正是准备出门的阿乐 卷发悄悄跟在后面 发现他在消防柜中取出一个包裹 在对方离去后 卷发急匆匆地打开柜门 里面居然放着带写的斧头 难道阿乐真是昨晚的杀人凶手 另一边的中分头 还在手机上缅怀死去的同桌 了无声据的他甚至想到寻死 却无意中看到阿乐提着袋子急匆匆地走过 身后还跟着鬼鬼祟祟的卷发 于是他也好奇地摸了上去 这边的卷发跟着阿乐来到一处废弃的杂屋间 却不想背后挨了一记闷棍 原来对方早就察觉到被人跟踪 看见阿乐带来的袋子里 居然放着沾有血字的外套 猜测对方来这里打算销毁证据 阿乐说自己也是被陷害的 两人打斗时 忽然发现外面藏着一个人 于是立马跑出去 将中分头抓回来 这个男人也是偏执狂 一口咬对阿乐和卷毛 就是杀掉同桌的凶手 结果几人分散中 中分头的脑袋砸在水泥砖上 失去行动能力 阿乐知道现在很难解释清楚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拿起砖头杂像中分头 当然旁边的卷毛也不能袖手狂观 只能无奈接过砖头狠狠杂像 而另一边的俊熙 将副班长单独叫到房间 请求对方不要再针对允叔了 或者连忙辩解 昨晚率先投票给允叔 还不是为了救你 俊熙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表示你完全都是为了自己 副班长的脸上满是猙獰 这是因爱生恨的节奏了 当俊熙和要好的同伴会合时 无意中看到之前同学留下的摄像机 他将里面定格的画面 拿给允叔看 这也是自己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允叔翻看其他照片 发现所有人像全都变得模糊不清 跟之前的奇怪照片一模一样 于是他开始四处走动拍照 想看看照片到底是如何变化的 忽然左脚下传来响动 允叔壮了胆子弯腰查看 底下并没有什么 忽然一道人影在侧方出现 他再次探头望去 仍然没有发现异常 不过地板上却多了一把钥匙 就在允叔拿起的一瞬间 手机忽然收到一条短信 要求他找到游戏的主人 当俊熙几人走来时 允叔连忙拍下几张照片 发现他们的人脸同样被刮花了 感觉像是相机自带的美颜功能 接着他又掏出钥匙 邀请众人一起寻找游戏主人 可俊熙等人却是满脸懵圈 原来他们并没有收到游戏提示 难道是专门针对允叔的隐藏任务 现在复盘他的特殊之处 那就是经常撞见常犯女鬼了 难道对方就是这场游戏的主人 以上就是夜幕降临的第四期内容 当男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他会怎样对待自己的同窗 答案就是清理一切障碍 濒临死亡的中分头 满心不甘地看着凶手匆匆离去的背影 回想起第一天分配角色时 他幸运地成为特殊职业医生 亲眼看见同学一个个死亡 中分头着急忙慌地将免死特权 用在自己身上 却不想第二天心上人就被狼人处决 他想再次使用特权时 系统提示必须冷却48小时才行 怪不得这些天他会如此地一直消沉 第三天晚上 中分头无意中听到俊熙对允叔的承诺 所以在对方自称狼人时 他毫不犹豫地对俊熙使用了免死特权 这算是中分头这位医生真正起作用的一次 而这边的允叔还在寻找游戏主人的线索 他再次来到找到照片的杂物间 发现保险箱里的相册居然不翼而飞 忽然系统提示音响起 中分头死亡 他的职业是医生 所有人纷纷赶到现场 这里有好几处明显的打到痕迹 允叔断定他是被人杀死的 而不是遭到了游戏处罚 俊熙等人将尸体搬离现场后 允叔习惯性地开始搜集线索 角落里的鞋印必须拍照留笔 同时他还在地上捡到一个橡胶垫 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 随后又在不远处找到了杀人凶器 这时候有人发现 之前警察留言的墙面上 又多了两派文字 上面写着俊熙和学霸都是狼人 有人认为这样才合理 算算时间警察刚好可以使用两次技能 不过这跟之前的留言说 俊熙是平民相互矛盾 显然其中一则消息是假的 为的就是混淆大家的判断 学诈阿勒利吉上前撕掉留言 并提议大家拿出手机 由他亲自确认到底谁使用过特权 一旁的允叔连忙打断 表示自己找到了杀害中分头的凶手 随即便带着所有人来到黄毛死亡的地点 这里的鞋脚印 跟中分头死亡现场的脚印一模一样 说明杀害他们两个的是同一个人 俊熙认出这个垫子 是粘在运动鞋上增强弹跳的 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爱打篮球的阿勒和卷发 只要看看他们的鞋底 就知道谁是凶手了 阿勒干脆的脱掉运动鞋 底部并没有粘贴弹性垫 剩下的卷发轰得不行 一个劲的辩解自己不是凶手 两名男生强行脱掉他的鞋子 其中一只鞋的底部果然沾着弹性垫 眼间的隐叔还发现他手上的伤口 这下卷发再也无法狡辩了 他本能地想要拉阿勒下水 或者情急之下说错话 隐叔和室友同时捕捉到破绽 他们根本没有说凶器就是砖头 而且胸外现场还有不带弹性垫的鞋印 那个人就是阿勒无疑了 这下他也无从狡辩了 只能将怨气撒在卷发身上 俊熙上前拉架结果也挨了一拳 他的火气蹭蹭往上望 对着阿勒就是一顿猛锤 众人好不容易将几人分开 忽然看到地上有只红色油漆底 卷发也是满脸震惊 他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怎么会有这个 阿勒连忙上前 一口咬定墙上多出的自己是卷发留下的 也只有狼人才会做出破坏团结的事情 俊熙没有被他带节奏 表示阿勒也是杀人凶手之一 决定先将两人关起来 众人一起商量到底该给谁投票 阿采越重而出 让阿勒交出超市钥匙 万一他偷偷跑了怎么办 副班长上前摸了摸口袋 水质钥匙并不在对方身上 是有真怨反应很快 提议收走两人的手机 这样就不担心他们逃跑了 因为午夜12点不投票的人 将被系统强行处决 在场众人对这个设定肯定记忆犹新 阿勒和卷发虽然不愿意 但抵不住众弄难评 只能不甘地交出手机 将两人关进房间后 阿采和副班长悄悄找到学霸 提议几人合作 弄到阿勒的超市钥匙 因为卷帘门连斧头都劈不开 是夜晚躲藏的最佳场地 而这边的允书贴心地帮俊熙处理好伤口 却无意中看到桌上的点幅 这不就是警察在墙上留言时用过的吗 转眼间夜幕降临 众人坐在一起确定投票对象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判断出 阿勒和卷发到底谁是狼人 副班长皮不还手机 让两个杀人犯一起死掉算了 俊熙觉得不妥 万一错杀了平民 大家都会处于不利局面 副班长再次建议 让警察站出来使用侦查技能 允书立刻开口反对 警察的身份千万不能暴露 否则今天晚上就会被狼人处决 而被关在房间里的卷发和阿勒 眼神时不时描向墙壁上的挂钟 等待死亡的滋味确实不好受 眼看午夜12点将近 俊熙等人总算商议好结果 为了安全起见 他让众人先去找好藏身地点 自己去把手机还给两人 谁知学霸主动提议 他跟俊熙一人送一部 大家也没多想 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藏身地点 这是防止被狼人处决的唯一方式 没过多久 俊熙推开房门 将手机还给了卷发 对方入手的第一时间 就是投票给阿勒 谁知下一刻 手机响起连串的滴滴声 原来众人全都将票投给了卷发 这就是他们商议的结果 因为卷发的行为更加奇怪 又是杀人又是冒充警察 表面上看他是狼人的嫌疑更大 卷发瞬间委屈的不行 他说自己是被人陷害的 可如此苍白的辩解 俊熙怎么可能理会 而另一边的阿勒也从学霸口中 得知了众人的选择 心中暗道一声好险 原来墙壁上的留言 是他冒充警察写上去的 事后又用油气笔 再赃给了卷发 看样子多一层保险 总是没错的 阿勒正要找学霸要回手机 却不想阿采和副班长 同时走进来 几人显然早就商量好了 表示交出钥匙 才能得到手机 阿勒的眼睛都快喷火了 想不到从前任由 自己欺凌的学霸 如今居然学会威胁了 但是他很快压制住了怒火 带着几人从消防柜中 取出钥匙 接下来他又和颜悦色的 让学霸赶紧交出手机 后者带着阿勒来到一处房间门口 阿勒心生疑惑 让学霸帮自己取回手机 谁知对方变得无比强硬 反正着急的不是他 阿勒快要气疯了 大步冲进去拿起手机投票 学霸趁机关上房门 并用事先准备好的支架底柱 困在房间的阿勒破口大骂 可认他如何用力 房门却纹丝不动 这时候系统提示影响起 得票数最多的卷发 即将遭受处决 他慌乱的想要逃出房间 可下一刻就感到头疼欲裂 借着眼珠泛白 直接从阳台上翻身跃下 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卷发的职业是平民 听到这个消息的 俊熙全身一顿 想不到大家还是判断错了 脚上的步伐没停 他静止来到大楼顶层 纵身一跃 翻进一个不起眼的小坑中 躲在这里应该没人能够找到 不过此时的阿勒 就没那么安逸了 死去的卷发是平民 那么他将再次沦为 重点化一对象 其实那柄代谢的斧头和外套 也是被人栽赃的 就在这时 学霸提着一袋东西走来 他的表情极为复杂 想到曾经被阿勒欺凌的一幕幕 嗓音嘶哑地询问对方 被自己这个怂包捉弄的感觉如何 阿勒哪能受得了这般言语 直接抱起就是一顿猛揍 就当他准备了结对方时 午夜12点刚好来临 原来学霸早就算好了时间 阿勒很快倒地进入沉睡 而他却跟没事人一般 原来学霸才是隐藏的狼人 谁知下一个 阿勒居然站起身 学霸还没搞清楚状况 对方再次倒了下去 原来刚刚只是他强撑的结果 学霸的脸上满是得意 如今阿勒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他要好好折磨这位心中最痛分的人 第二天众人醒来时 听说死却阿勒的身份是平民时 个个都是百感交集 要知道对方可是狼人的最大怀疑对象 如今他们再次陷入迷茫之中 隐藏的狼人实在太狡诈 总能误导大家产生错误的判断 果不其然 学霸又开始顾忌重施 他告诉大胖和学才两位同伴 昨天是云叔指出 阿勒和卷发的嫌疑最大 结果他们不但死了 而且身份全是平民 这个女人的身份十分可疑 另一位狼人副班长 同样在蛊惑两位同伴 云叔很有可能是狼人 其中的阿采十分有主见 他将副班长叫到无人的小超市 突然来了句学霸就是狼人 后者当即一愣 随后便听见阿采解释 昨天只有咱们三个知道 阿勒被关在仓库 排除你和我 就只剩下学霸一人了 副班长有点慌 不知道该如何替队友辩解 就在这时 大胖和学才恰好经过 两人十分诧异 你们怎么会有超市的钥匙 副班长脸色苍白 总不能说是昨天逼迫阿勒交出来的吧 这样肯定会被怀疑成杀人凶手 慌乱间他不知如何解释 大胖推测出一个可怕结论 副班长常常送了一口气 是一大胖你想吃什么随便拿 而另一边的允书俊熙几人 则将注意力全都放在 寻找游戏主人的任务上 几人搜遍了办公室 总算发现一个可疑的文件柜 门锁紧扣任务钥匙也打不开 俊熙决定去仓库找工具撬开门锁 却在角落里无意间发现阿勒的手机 而办公室里的允书 突然听到文件架响了一下 索扣居然自行打开了 一个古朴的木箱印入眼帘 任务钥匙正好可以打开童锁 里面只放着一张照片 居然是他们班级的合影 众人同时收到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游戏主人朴士英 一段封存的记忆瞬间涌入脑海 原来班上有位叫做朴士英的同学 结果想不开跳河自尽了 当初允书找到的刮画照片 上面唯一没被刮画的人 就是朴士英本人 可不知道为何 众人关于他的记忆全被封存 并没有察觉这张照片 其实是班级的合照 直到允书完成任务 大家的记忆才解封 如今众人的疑惑更多了 封存记忆是怎么实现的 朴士英早就死了 怎么可能启动游戏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允书和对方的关系很不错 所以知道不少内幕 他觉得朴士英是被某些人活活逼死的 难道启动这个游戏 就是为了报复那些凶手 众人开始盘点死去的几位狼人 发现他们都跟朴士英有些过节 琳娜的脸色非常难看 他将副班长单独叫到外面 带着裤腔请求对方一起跟朴士英道歉 毕竟他的死和咱们有关 心虚的副班长快要疯了 那次只是恶作剧而已 况且他都已经死了 难道去跟鬼道歉 副班长离开后 转身找到学霸商量接下来怎么办 他担心李娜会顶不住压力 说出麒麟条士英的事情 原来这件事学霸也有参与 看样子允书猜测的没错 条士英启动这个游戏 就是为了报复 曾经迫害过他的人 全都化为了狼人身份 此时的学霸哪有当初的懦弱模样 没邪副班长赶紧想办法 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可副班长也不是这么好拿捏的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反击 他旁击侧敲地提醒阿采 当初朴士英被欺负时 学霸那的小透明 总是在事后找他说话 可副班长随即醒悟过来 对方可是自己的队友 连忙改口说李娜的嫌疑也很大 并叮嘱他投票时 一定要跟着自己 另一边的俊熙将允书叫到仓库 他在这里发现了阿乐的手机 门背后还有敲击的痕迹 几人同时想到 昨天给阿乐送手机的学霸 林景武也是二点 剩余的幸存者却在一起准备投票 俊熙和允书率先找学霸发难 昨天是你最后一个见到阿乐的吧 学霸顿时慌了 本能地拉副班长和阿采下水 表示他们三个一起去见了阿乐 这时候学才和大胖才反应过来 阿乐的钥匙是被他们硬抢过来的 副班长再次狡辩 那是他亲眼看见阿乐藏在消防柜里的 众人投来怀疑的目光 接着又联想到副班长 也跟死去的朴氏英不合 后者强装镇定 突然拿出手机投给李娜一票 并表示朴氏英的不雅视频 就是对方传出去的 阿采也在一旁点头称是 当事人李娜顿时慌了 说视频明明是你伪造的 干嘛要无限我 可他的辩解没有丝毫说服力 见大家的眼神充满怀疑 李娜的表情忽然变得坚毅 那就看看咱俩到底谁是狼人 说完后他就掏出手机 紧接着广国营突然想起 警察使用了侦查机能 副班长的身份是狼人 所有人愣在原地半上无语 想不到一直没有露面的警察 居然是小透明般的李娜 副班长吓得双腿打仗 见同学们轮流上来指责 这个女人终于崩溃了 表示自己也不想当那个狼人 众人更是气笑了 难道所有人都得被你杀死吗 副班长只能去找 最好说话的俊西求情 谁知对方果断地投给他一票 其他人也掏出手机纷纷效仿 学霸上前一把推开 准备阻挠投票的副班长 后者眼神喷火 刚要说出学霸也是狼人 他的嘴中喷出一口老血 系统提示说不能透露狼人的身份 副班长再也无法说出一个字 学霸松了一口气 提醒大家赶紧躲起来吧 大厅转眼间只剩下副班长一人 他看着处理在不远处的石像 居然想起了被自己害死的朴氏英 紧接着脑袋一腾 双眼开始泛白 站在天台上的李娜 想到游戏的第一天 自己被分配到警察职业时 他将首次侦查技能 用在了新一男生身上 虽然对方是平民 可惜很快就被游戏处死 随后又发生了俊熙寻死事件 他通过侦查技能 确认对方并非狼人 并将结果写在墙上提醒大家 没过多久 午夜12点降临 所有选手再次陷入睡眠 仅剩的狼人悠悠走出来 看了看死不瞑目的队友 接着又转过身对着石像说了句 先把警察解决掉 第二天醒来时 众人果然听到李娜被狼人处决的消息 俊熙第一个冲到死亡现场 整个人颓废的瘫倒在地 显然李娜的死对她的打击很大 而其他人全都聚在大厅发呆 现在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 接下来谁都可能被处决 可狼人的线索毫无头绪 众人再次陷入迷茫中 这时候俊熙走过来找到陨书 表示她有办法找到隐藏的狼人 原来昨天晚上 李娜将唯一信任的俊熙 约到天台见面 她知道自己肯定会成为狼人的目标 十分懊恼之前 没有利用好警察的身份 准备在临死前替大家做最后一件事 俊熙无法眼睁睁看着李娜死亡 特地挑了一处十分隐蔽的地方 不过还是遵从了她的建议 在通道入口的每个地方喷上荧光粉 这种东西平常看不见 但用紫光照射便能发出光亮 只要查看每个人的脚底 就能知道谁去寻找李娜了 学霸说她人都死了 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俊熙放出手机视频 原来她将昨天的布置全都录了下来 这下没人再敢反对了 任由俊熙点亮紫光灯 开始逐一检查 轮到学霸时 她的脚上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反倒是阿彩鞋子的侧边出现少许光亮 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是目瞪口呆 俊熙要求阿彩提供不是狼人的证据 如果做不到 那就准备接受投票吧 大胖激动地上前质问 却被阿彩一把推开 允叔连忙上前 再次照了照她的鞋底 并未出现光亮 说明她没有去过卫生间 只是在侧边蹭了点 建议大家不要冲动 等晚上11点再做投票决定 俊熙没有反驳 默默朝外走去 允叔和真怨则跑去李娜身死的卫生间 将灯光照住后 地面上果然出现大片荧光痕迹 按理来说狼人的鞋底肯定会沾上 除非她是光着脚走进来的 细心的真怨爬上通风管道 发现直立的钉子上沾着血迹 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 因为李娜身上没有这么明显的伤口 真怨找到阿彩说明此事后 发现她的身上同样没有伤口 几个人坐下来一合计 拍出阿彩是杀人凶手的可能 这个狼人果然了得 不但轻易找到藏在管道中的李娜 又察觉出了荧光机的探测手段 甚至还利用这点嫁祸给阿彩 难道对方真的有冤魂帮助不成 这个游戏里的狼人太凶悍了 短短数天时间就差点团灭对手 平民玩家分析原因 认为狼人一直在设计不倒大家 他们就像傻子被耍的团团转 允叔把心一横决定主动出击 他想到一个引诱狼人现身的办法 俊熙给众人发了一条消息 他找到了昨天李娜临死前偷偷放置的摄像机 现在正在餐厅充电 等开机了就知道谁是凶手了 所有人看完后精神一震 维狼人却是满脸慌张 昨天行凶时他真没看到有什么摄像机 为了防止自己暴露 他必须前往餐厅删掉昨天的视频 而允叔和俊熙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虽然摄像机的事情是杜撰的 可他们笃定凶手不会无动于衷 接下来只要盯紧时想单独行动就行了 真怨和阿彩无意中听说大胖跑去医务室了 两个人对视一眼 昨天李娜死亡的现场有凶手留下的血字 水的身上有伤口时的嫌疑最大 几个人匆匆跑去医务室 恰好看到大胖正在处理伤口 与此同时 真正的狼人学霸悄悄来到餐厅 满脸紧张地拿起桌上的摄像机 水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录像 躲在暗处的俊熙和陨书走出来 一口咬定学霸就是凶手 可就在这时 真怨几人拉着大胖来到餐厅 指定对方才是杀人凶手 因为他身上有个明显的伤口 人群后方的学霸差点笑出声 刚好被转头的俊熙看见 学霸立刻收敛笑容 表示自己来餐厅 只是想看看有没有充完店而已 接着又反问大胖是如何受伤的 后者也是急得不行 早上醒来时 就发现身上多了一处伤口 说完后便掏出手机投给学霸一票 学霸反手也投给他一票 这下众人全都懵了 只有大胖的反应最大 看谁都觉得像是狼人 期待阿财也当场投给他一票 不过允叔却坚持学霸才是狼人 他独自跑过来查看相机实在可疑 俊熙更是一口咬定 学霸就是想来删除视频的 两个人同时将票投给了学霸 大胖看见胜利曙光 连忙怂恿好友学财给学霸来一票 这样自己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谁知真怨突然质问大胖 你受伤的事情 为什么要瞒着最好的朋友学财 说完后就直接投票给了大胖 允叔觉得闺蜜有些冲动 大胖更是怒气爆发 一把推开了前来劝架的学财 群朝大家全部都是狼人 下一刻他又被人投了一票 投票者正是好朋友学财 他指责大胖不该有事瞒着自己 或者哭好一声 无可是我最好的兄弟 随即绝望地转身离去 如今大局已定 他说什么也改变不了自己票数最高的事实 看到学霸欠奏的表情 俊熙刚想斥责几句 谁知对方投也不回地离开了 来到酒店二楼后 学霸又开始默默观察每个人的藏身去向 脸上的笑容再也抑制不住 他觉得自己稳操胜券了 而此时的俊熙已经确认 学霸就是隐藏的狼人 真怨连忙出声打断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还是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吧 允叔询问要不要一起 俊熙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在一起会更加危险 允叔听完后突然想起一件事 当时俊熙并未告诉大家 李娜死在了哪里 可真怨却直接带着自己来到卫生间 他是如何知道地方的 或者表示那里是全酒店最安全的地方 他是自己推理出来的 允叔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 接着他又回想起凶手受伤的事情 正是真怨最先发现代谢的钉子 接着又一步步引导 将怀疑对象转移到大旁身上 这明显就是凶手不小心受伤后开拓的手段 见真怨没有反驳 允叔又想到之前被删除的监控视频 所有人中只有精通电脑操作的真怨才能做到吧 其实他早就该想到 自己的室友真怨才是隐藏最深的狼人 后者沉着脸没有反驳 算是默认了允叔的猜测 其实所有的布局和误导手段 全是出自他的手笔 如学霸之流只不过是冲锋陷阵的小兵罢了 对方之所以能够次次躲过危机 并不是得到什么冤魂的帮助 而是有真怨这个欣喜缜密的军事保驾护航 得知真相的允叔忍不住嚎啕大哭 他没想到自己最信赖的室友 居然是隐藏在幕后的冷血杀手 与此同时 准备找地方藏身的俊熙 恰好看见学霸鬼鬼祟祟的身影 他悄悄跟着对方来到卫生间 赫然发现隔间里堆满了带血的工具 这足以证明学霸就是隐藏的狼人 俊熙正要当场了解他 可最终还是没能下手 因为他看到了学霸身上的累累伤口 这些全是阿乐几个小霸留下来的 班长俊熙虽然出手阻止过几次 但是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反而让阿乐的欺凌变本加厉 学霸觉得俊熙比他们更可恨 或者突然觉得心好累 他曾经极力维护班上的每个同学 可到头来又有几个人感激过自己 俊熙彻底丧失继续奋斗的动力 只求学霸要杀人就冲自己来 不要对陨书下手 而伤心欲绝的大胖来到小超市 最好的兄弟插了自己一刀 如今只有食物才能填补内心的创伤了 谁知恰好遇见准备躲在这里的阿彩 大胖记得对方是第二个给自己投票的 决定临死前拉他一起垫背 可就在这时 系统的处决提示应传来 大胖不受控制的松开双手 他的双眼泛白 开始往嘴里狂送零食 最后硬生生噎死在食物堆中 阿彩全程看在眼里 匆匆躲进隔离间中才安定下来 一务事中的学财 听见死去好兄弟的身份是平民 当场悔恨的贪坐在地 此时的隐书还在真怨身前痛哭流涕 他觉得自己好累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伴随着催眠音乐响起 他无力的混睡过去 卫生间里的学霸正要解决俊息 系统提示他必须全体狼人同意才能杀人 他气愤的大吼一声 匆匆来到真怨身前 指责对方为什么没提醒自己相机的事情 真怨连忙解释 他知道计划后身边一直有人 根本来不及通风报信 况且当时也是他挑唆大胖和学财的关系 才硬生生扭转回局面 学霸只好作罢没再纠结此事 他说俊熙已经发现了自己的身份 况且大胖一死 学霸也会成为头号嫌疑目标 无论杀谁自己都逃不过一死 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在今晚杀光所有人 系统好像没说过 一晚只能干掉一个人 真怨想了想最终点头同意 不过允叔和俊熙必须由他来解决 学霸负责干掉剩下的人 或者有些犹豫 他说真怨从头到尾都没亲手杀过人 不要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真怨让学霸放宽心 他将允叔搬到储存尸体的冷冻库 这样即便自己不动手 也能给闺蜜一个体面的死法 学霸没有反驳 而是悄悄摸走允叔的手机 转身离去后 真怨立马调高冷冻库的温度 看样子他并不打算杀掉允叔 学霸早就摸清了其余几位同学的藏身之处 先将躲在医务室的学财活活闷死 接着又来到小超市隔间 找到了毫无意识的阿彩 不过他并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等到真怨发来短信通知 俊熙被他杀死了 学霸这才放心地处理阿彩 因为他的心里也没底 狼人一次性杀掉多个平民 会不会受到处罚 没过多久 真怨再次发来短信 允叔已经死了 学霸依次检查几人的手机 却发现允叔的手机仍然亮着 说明对方并未死亡 这个设定学霸十分清楚 只要是活着的同学 手机电量一直显示56% 如果死了便会立马关机 学霸连忙跑到冷冻库 询问允叔真的死了吗 真怨表示不信你亲自去看看 学霸突然掏出允叔的手机 都这个时候你还骗人 既然连杀人都不敢 还当什么狼人 说完后就一刀捅住他的腹部 忽然系统提示音响起 狼人之间不得互相伤害 真怨抓住机会 拿起烹雾剂喷向学霸眼睛 紧接着一个转身 关紧了冷冻库的大门 过了好一会 学霸的视线才恢复稍续 赫然发现调节温度的开关已经损坏 气急败坏之下 他想找允叔泄愤 不过很快察觉到对方居然被调包了 原来真怨早就谋划好了一切 自从发现允叔的手机被拿走 他便开始找尸体伪装 连如何对付学霸 将他冻死在仓库中都想好了 而允叔本人 此时正在冷库外的一处隔间内 细形的真怨居然还在刚刚的争斗中 取回了他的手机 如果没有意外 处在低温环境下的学霸 绝对撑不过半个小时 可他为了活命也是拼了 居然用包裹尸体的摆布取暖 恍惚中似乎有个篮球滚来 学霸全身一哆嗦 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缓缓靠近 竟然是被他残忍杀害的阿勒 学霸吓得精妇出声 过了很久才发现 刚刚经历的只是幻觉 转眼来到第二天 允叔从沉睡中醒来的同时 班长俊熙居然也坐了起来 原来真怨昨天连他都放过了 算上被学霸杀死的阿采和学采 平民玩家就只剩下允叔和俊熙了 两个人很快在大厅找到了真怨 不过并未感激对方的不杀之恩 毕竟狼人和平民 只有一方才能活下去 真怨说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丢下一句赶紧干掉学霸后 便转身离去 想不到学霸在昨天晚上 他现在还活着 收到提示音的允叔正要跟着投票 俊熙让他先等等 反正现在投给学霸 也不能让他立刻死亡 况且还有一个琢磨不透的狼人真怨 不过在此之前 俊熙打算先摸进真怨的底细 在对方离开后 允叔发现背包中多出来一个包装盒 他记得这是自己送给真怨的生日礼物 里面装的是条铜管手链 可如今在此打开包装盒时 居然变成了一个U盘 他好奇地插入电脑查看内容 里面竟然存着一个模拟游戏 其中就有他当初遇到的奇怪迷宫 允叔的记忆开始恍惚 再次查看班级的合照 发现里面并没有真怨这个人 他终于想起来 对方实际上是死去闺蜜条 适应资质游戏里的角色 忽然房间大门被砸开 允叔惊恐地转过身来 而这边的俊熙还在不停追问真怨到底想干嘛 或者有些着急 表示学霸才是真正危险的人物 话音刚落 他们同时接到学霸的消息 想救允叔就赶紧来屋顶 两个人毫不犹豫地时间而上 果然看到了被学霸抓住搏梗的允叔 他先是强迫真怨从楼顶条下 接着又让俊熙乖乖过来受死 真怨依然冷静在线 明白即使自己死了 学霸也不可能放过允叔 随后他又放声威胁 学霸这种逼死队友的行为 小心遭受游戏的处罚 后者越听心越慌 允叔抓住机会顺利摆脱束缚 一旁的俊熙快步冲上 可惜很快就被对方用石块砸翻 学霸大喊一声 身体帮真怨挡下致命一道 刚刚回过神的俊熙见到这一幕 愤怒冲上前 再次和学霸缠斗在一起 草丛中时不时发出痛苦的哀号 真怨眼睁睁看着学霸站起身 不过腹部却插着一柄带血的匕首 当他倒下去的那一刻 宣告学霸死亡的提示音传来 俊熙这回总算没让人失望 可惜允叔也同样中了一道 看这样子是撑不了多久了 只见他艰难地对着真怨说道 我很想你 朴世英 原来允叔看见U盘里的内容时 他便恢复了所有记忆 那份生日礼物 实际上是送给好闺蜜朴世英的 而眼前站着的真怨 其实是对方在游戏里的化身 后者说了句自己也是身不由己 允叔便脑袋意外眼看就要不行了 真怨的眼神忽然变得坚毅 他让允叔再坚持一下 说完后便踏步来到天台边缘 真怨的身体不可思议地闪了几下 接着便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系统提示音很快传来 最后一位狼人死亡 游戏以平民玩家获胜而告终 一幕幕的恐怖精力再次涌现 允叔猛地睁开双眼 赫然发现身上连着许多金属线 他好奇地环顾四周 同学们全都沉睡在 科技感十足的座椅舱中 这时候前方的大屏幕亮起 展示着众人的信息资料 以及之前经历的画面 忽然两名中年人现出身形 允叔一眼便认出来 对方正是死去闺蜜朴世英的父母 他终于明白这是哪里了 朴世英父母将女儿的死 全都归咎到班级同学的身上 所以将他们统统抓来实验室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让众人经历最真实的狼人游戏 每轮游戏结束后 他们的记忆将会重塑 以便开始新一轮的游戏 算算时间已经重复几十次了 允叔想不通 自己和俊熙是朴世英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他俩也要受到惩罚 谁知朴世英母亲的怒意更甚 正是因为你们是好朋友 当初更应该帮助朴世英 而不是让他独自承受所有痛苦 允叔听完后心中的愧疚更甚从前 他一直都在后悔 没能跟朴世英共同进退 现在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只是希望能够放了其他同学 朴世英的父亲有些心软 原来他们之所以唤醒允叔 因为这次游戏出现了少许错误 想要当面询问他一些细节 现在朴世英的父亲已经知道答案了 允叔能够找回记忆 都是女儿的游戏角色帮的忙 而且之前的游戏选项里 根本没有自杀这一条 但是女儿为了解救同学 不希望这个游戏继续了 所谓的帮女儿复仇 其实只是他们两人的执念 水之朴世英的母亲摇摇头 自己根本无法放下执念 紧接着坐舱中的允叔再次陷入沉睡 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一辆大巴车 起初他还未当回事 可看见熟悉的一幕幕后 允叔赫然反应过来 这不就是新的一轮游戏开启了吗 以上就是夜幕降临的全部内容 有些人可能会奇怪 允叔这次怎么会保留记忆 距离的一些细节其实给了答案 先是好闺蜜邦嘎幻想的真实记忆 而且他又是在朴世英父母的争论中进入游戏的 应该是两人没来得及对他进行记忆重启 如果这部剧有第二季 允叔将会更加执着于阻止游戏进行 和那些不明真相的同学们相互厮杀 想必剧情会更加精彩 其实之前就有不少人猜到 这其实就是一场游戏 因为很多设定和现象 只有在程序游戏中才能实现 还好编剧没有选择毫无新意的梦境设定 也算是给之前留下的悬念 提交了一份颇有诚意的答卷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